路邊這一群男女手拿刀蟹叫囂爭吵 場面火爆 警方火爆趕來 先掏槍赫紙 男子怒氣沖沖 雙手拿刀蟹示威 邊走邊筆劃 最後刀蟹才丟掉 但火氣還很大 男子大吐怨氣 說是對方先找茬 他才會反擊 跟警方說他的車被搞了 原來是這麼回事 愛車的慘況曝光 擋風玻璃車窗被丟滿了沾水的衛生紙 搞得像是紙糊 原來是原本感情好的像閨蜜的兩名女子 22歲的蔡西女子 向鍋女陸續借了一萬三 對方討錢遲遲未還 才會用紙糊黏車報復 理性男子不甘心約對方談判 涉嫌丟紙糊的前女黨來復約 帶刀也帶朋友助陣 據瞭解雙方有債務糾紛 相約談判 衍生雙方於大街上相互叫囂 揮舞刀棍等誇張行徑 因為一萬多塊的債務糾紛 大街上鬧這一出 欠債的前女黨遭惡搞的車內被查到毒品 涉及恐嚇和毒品罪嫌 另外一派人馬四個人 聚眾鬥毆全部都進了警察局 TVBS新聞顧首昌台南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拓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